欸靠人了 護槍打三十幾滴 歡迎收看我不可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所有FIFA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了今天要玩新的地圖阿 阿爾派的團隊突襲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改版後呢光幫我調整非常多的 近戰槍支的基礎傷害阿 就是說很多槍支就是他的有效射程有減少 遠距離的爆頭傷害有減少 欸怎麼會配到 然後再來就是呢可能像 有些步槍SKA或者是AUG呢 反而傷害有增加 好這場的話呢我會為大家測一下我平常慣用的槍阿 我平常是會拿MP5跟SKA SKA其實是比較少拿阿 只是說我覺得SKA有可能 這一波的版本呢 他要重回排行榜了 因為他的傷害應該會變比較漂亮一點 基礎傷害的話呢 他的傷害就增加4%喔 基礎槍喔 如果還不加屬性喔 然後有效射程會加6% 我們第一場玩法拉吧 這地圖感覺可以炸中間的人 我們來試一下 看到一個 要爬上去了 欸 沒有中嗎 哇賽 有人丟把他拉過來了 南瓜 南瓜頭 欸他怎麼動 欸他怎麼動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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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他後果然間掛機是怎樣 M500 M500現在也被 也被調弱了喔 欸贏了欸 好快喔 M500 我記得是 應該是遠距離爆頭的減傷阿 減少吧 減少20%吧 所以M500現在 也 也 跌落神坦了 好 我們第二場可以買 MP5了 我們現在來測一下吧 欸 蘿蘿墓墩子阿 嗨嗨嗨 MP5的話呢 這一次的版本呢 跟大家講一下 他也是在 呃 這一波調整的槍枝之一 有效射程是-5% 遠距離 爆頭傷害我記得是-20% -20%很多 然後我這把現在是有 穿甲 跟加傷害的 這把真的是非常好用 前面 我來看一下差別多少 因為這把槍是我比較常拿的 可是我這個屬性算不錯啦 如果是基礎槍可能會 沒有塗沒有塗裝可能會差更多 總之就是中距離 欸 別人在哪 上面是不是 欸怎麼又跟著我 反正哪 啊跳跳下來 欸 欸 傷害還可以啊 這個距離還不算-哇塞 等一下 上面有一個 這距離算不算遠對不對 再遠一點的話 他的傷害會掉 這個距離還可以 他沒有下來 欸 欸我草叢好像變不一樣欸 剛剛發現草叢好像變不一樣 傷害-傷害這個距離還可以啦 18-25 敵人 好像沒防裝 前面 沒射得到 OK 收 25-18 好基礎槍的話 我先講一下傷害會更低喔 因為我現在是有裝 暗炎煉月的塗裝 所以他傷害算還不錯 因為傷害有增加一格 跟穿甲兩個 啊錢不夠了 我們再測一次MP5 等下我試一下看有沒有開關鏡 主要這個版本 中距離以上 我建議大家就是用步槍玩啊 因為畢竟官方把這個 散彈槍衝鋒槍啊 這些都調低了 包括有些手槍 烏之手槍 的有效射程跟爆頭傷害 跟穿甲都調低了 就是有些槍支都有調啊 那時候改版有看到 有點嚇到 欸 我敵人 隊友跟我走同一個地方 我想要試一下開關鏡 傷害有沒有 打遠是不是傷害掉很多 看到一個 17滴 欸 17滴 好像掉1哦 你這個圖中還講 欸 沒打到 你這個圖中還講掉1啦 大概掉1 有效課程真的是有掉一點 -5% 那可能 大概差 哦按錯鍵了 哇塞 我在幹嘛 失手失手 我按到包包了 浪費兩顆把那 17-12 掉一點點 至少掉1滴吧 這把槍之前這個距離 應該是可以打到 17-18吧 印象中 所以未來 欸他被收掉了 欸有一個防裝 所以空頭你們可以撿啊 這空頭就是 應該可能會有代幣或是防裝 然後有人說會有鐮刀啊 欸贏了贏了贏了 好快速快決喔 這場主要測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你們未來 近距離可以用 可是中距離以上就是一定要拿別的槍了 我們這場 第三場是不是 我們第四場 我們玩 SKA好了 SKA有加 SKA是傷害加4% 有效射程我記得是加 6%左右 然後我這個SKA是有塗裝的 塗裝是嗜血狂殺 嗜血狂殺的那個屬性我記得是 傷害1格射數2格 這把很好用 他傷害有增加1格 所以說你們就參考一下 我等一下這場 遠一點距離我們來試一下步槍吧 阿爾派張這個團隊圖選 我覺得很好玩欸 因為經典模式的那個百木達 已經玩膩了 沒看到敵人 空手在這裡 他們要撿空頭嗎 沒有 看到人了 OK看到差異性了吧 剛剛是14滴吧 然後我用護槍打30幾滴 台上有一個 14變30幾 差了一半 這個防裝可能比較高 好哇塞 被倒倒倒倒倒倒 被偷 怎麼打不到 怎麼打不到 我先救他隊友 我剛發現草叢真的變不一樣欸 草叢變了 草叢改很像松柏之類的 跟以前不太一樣 差異性 剩一個敵人 欸 我剛是有瞄到他 放手給他好了 他想撿 出來了出來了 直接抬掉 好未來呢 我們就是不能夠一把槍用到底啦 像我之前版本其實 說實話 我就拿一把MP5 從頭打到尾 因為遠距離我就開近就好啦 對不對 現在變成說你們看喔 我剛剛開近MP5打是十幾滴 一樣的距離 SKAR打 三十幾滴 然後當然塗裝的話 看你們裝什麼塗裝 可是基礎傷害一定有差 因為畢竟官方這次調整 調了很多的近戰槍 衝鋒閃彈槍 基本上全調 他的有效射程就是-5% 遠距離爆的傷害-20% 好大家記得 這兩八殺 OK 八殺四殺三殺零殺 輸出2961 好主要來講就分享 然後你們記得 中距離以上就拿步槍 所以我們未來不能省錢了 你還是要把步槍拿起來吹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你們這次改版後 感覺上有什麼槍枝變得非常弱 跌落神壇的槍可以把它寫出來 然後我是覺得MP5 只要不要太遠距離 近距離使用還是差不多的 中距離以上的傷害就會掉很多 就是如果是開關禁的話 然後再來就是 SKA的話我覺得可以重回 他的排行榜了 因為畢竟你們剛才看我打的傷害也不錯 有三十幾滴耶 敵人基本上200血嘛 那隨便宏襲就死掉了 所以說傷害又加4% 有效射程加6% SKA我覺得不錯 AUG我記得有增加傷害 忘記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官方的公告 總之來講就分擾到這邊 然後SKA我這個版本就要把他拿回來用 之前已經很久很久一段時間不用SKA了 因為他的那個素質沒有很好就對了 好了總之今天的影片分擾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大體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大家按一個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一區叫V5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玩具頻道哪一頻道 最後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播客NIT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再按 圖片 再按 圖片